正所謂近水流台才得月 北部都會區既然這麼近內地 就當然可以快人一步 享受到大灣區的機遇 再加上北都區 未來的一系列發展 到時進享兩地優勢 還不是人生勝利組 北都知多點 雙城引擎接軌大灣區 施政報告首次提及雙城三圈概念 將天水圍、元朗、洪水橋 以及北區新市鎮 連同羅湖、洛馬洲、黃江、民感度等主要口岸 正式和深圳福田及前海城市全面接軌 還會將經濟、基建、創貨、民生 和生態環境各方面集於一身 形成香港Crossover深圳的一小時生活圈 雙城三圈中的雙城 即是香港和深圳兩大核心城市 由西至東透過七個六路口岸 和雙連交通基建突破地域限制 令後海灣、大鵬灣和深圳河相互連接 進入南金融、北創科的新里程 雙城特別注重發揮龐大經濟互補元素 裡面包含維港都匯區 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強項 主理對外的金融機遇 如果你是屬於創科專才 那就更加完美了 施政報告建議設立新田科技城 相當於16.5個科學員 堪稱香港矽谷 雙城經濟覆蓋港深口岸經濟大 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效益 香港人日後穩工、轉行 甚至升職都牢牢暢通 北都知多點三圈環環緊扣 至於三圈是指深圳灣優質發展圈 港深緊密互動圈 和大鵬灣及印洲塘生態康樂旅遊圈 當眾深圳灣優質發展圈復原甚廣 範圍包括香港的元朗、天水圍和洪水橋 對接深圳的蛇口、南山、前海及保安 最厲害當然就是前海、南山、保安 都是深圳近年高薪技術的明日之星 而南山的深圳灣總部基地 更加是世界500強企業的集中地 有助推動深港科創金融產業融合 並成為港青北上創業的理想落腳點 至於港深緊密互動圈 就涵蓋粉嶺、上水、新田、及洛馬洲等一帶 以及羅湖、福田等地 香港人最熟悉的福田區和羅湖區 一直是深圳發展最成熟的核心地帶 亦是與香港人聯繫互動最緊密的地區 目前深圳園區涉及的高端科研項目超過100個 當中包括香港五間大學的科技項目 可以說精英技術混雜 講完公事是時候講一下香港人最喜歡做的事 即是旅行了 香港人放假最喜歡Chill 去西貢行山游船河玩到滿 大鵬灣印洲塘生態康樂旅遊圈幫到你 介紹一下 大鵬灣印洲塘生態康樂旅遊圈範圍相當廣闊 由沙頭角、印洲塘去到深圳鹽田區和大鵬半島 加上得到深圳市政府全力支持 整合了文化旅遊全新元素 持續性的海洋和生態保育 令到印洲塘打卡景點在近期人氣急升 據知大鵬灣將會推出六大碼頭建設 打通海上通道 亦會有五星級酒店落成 與其有不少國家級水上悠閒運動中心落戶 凸顯北部都會區自Chill的一面 就是這樣 雙城三圈令到香港人兼享城市的完善配套 以及鄉郊的悠閒舒適 堪稱多種享受 而北部都會區的獨特魅力 更加吸引到投資者和買家搶飲頭淡湯天 下一集會帶大家搜羅北部都會區低水準盤 尋找屬於你的置業階段 星期間